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场比赛的结果想必曼联是满意的 毕竟他们是获胜的一方 当时战胜的是阿斯纳队 苏东老师 眼前这场比赛你怎么看 上一场比赛他们在课场用一个1比0 平抢半规 这个任意球的位置非常危险 足球场上什么都会发生 但只要有他在场 那所有人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 他这个赛季的状态火热 联赛进行到现在已经收获了不少的进球 可以打门了 这个时候他们就已经领先了 这今天的状态出得太早了 基本上可以说 他们就是带着一个球的优势开始比赛的 再来看一下他们的这次进攻 一次近乎完美的反击战 让他在这种距离拿到机会 这已经是十拿九稳了 肯定是万无一失 现在场场比赛是曼联领线 谢尔维 协助进攻的队友已经到位了 看看禁区附近有没有机会 阿兰赛马克西马 他没有着急出球 是观察了一下周围的情况 跃位了吗 确实是啊 不过这么细微的跃位 都被裁判看出来了 不简单 曼联球员这球有点想当然了 没穿好 防守队员的产断造成了对方丢球 布鲁诺 菲尔南德斯这脚传球 太有想象力了 进去里面对大门 他完成了梅卡尔杜 看得出来 他对自己的状态是相当的满意啊 他其实并没有想把球控住 而是提前调整步伐 迎着来球 直接一脚 把球打进球门的右侧 有传回去给队友 传球失误了 把球送到了对方脚下 对方将球拦截 打断了曼联的进攻节奏 失误了 曼联攻入了对方腹地 距离很近了 就差了一点 其实他处理得很聪明 射得非常突然 对方守门员实际上还没有做好任何铺球准备 如果打在门框之内的话 应该是个逼近球 没错 对方防守队员判断出了出球路线 把球拦下了 他们今天这个高位逼抢啊 执行的非常坚决 曼联球员这球有点想当然了 没穿好 卡罗姆威尔逊 这应该能追一个回来吧 这次进攻组织其实非常漂亮 但在离球门已经非常非常近的时候 功亏一篑了 好不容易打到了对方的腹地 防守队员漂亮的拦截 终止了他们的进攻计划 打扮安施意缴球 尝试投球攻门 还是没能成功 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快速反击 门将已经来不及反应了 面对进攻 他们直接抢下球权发动反击 是的 这次反击非常漂亮 他们需要这样的机会 再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经典的反击战 拿到球之后 整个右手转攻的过程非常流畅 他们这次在进门柱的位置 找到了胜门的机会 门将没能把球挡住 勒热纳 谢尔维 弗洛罗里安 勒热纳 圣马克新 他提前预判到了对手可能的传球路线 他持续代球推进 门将飞身就前 太精彩了 球直奔进去去了 有没有机会呢 这次攻势在这个位置遇到了阻碍 反进来可以打门了 调射进了 漂亮 精彩 看一下回发 谁让的反击战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面对门将的时候也是大胆心细 一脚以柔克刚的挑射简直完美 才刚过上半场 比分就如此悬殊 吉米亚维拉 熊桥谢尔维 谢尔维 吉米亚维拉 维尔逊 防守队员这个抢断的时机啊 把握的真的是很准啊 过顶之塞 拉什福德已经埋伏在此 他们及时破坏了对手的盛门意图 这次警报算是解除了 阿兰胜马克新 谢尔维 在进区内果断把球断下了 他们成功在对方的后场抢下了皮球 可以船中一下下试试吗 熊桥谢尔维 脚下有如神柱 传球成功率相当高啊 保护好球权啊 慢慢地组织进攻 熊桥谢尔维 尝试找进区 继续带球狂奔 他的这次拦截啊 及时阻止了对手 在几方进区内搞风搞雨啊 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开球的是 牛卡斯尔队 这个传球质量不高 对方轻松地断掉了传球路线 这次拦截非常漂亮 对方的行动啊 在他眼里没有任何秘密啊 克拉玛丽奇 可以考虑船中做做文章 伊萨克海德 克拉玛丽奇 找进区传过去 安德里克拉玛丽奇 漂亮的防守 接下来EATV将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场英超赛事 对准双方分别是曼联和布莱顿 请到家准时切换动 和我们良机 这个解围可能是替资了 警报还没有解除 有效地阻止了一次进区边缘的射门 出边线了 需要直接外球 看起来主教练在调整战术 我看即将是要派上一名替补了 伊萨克海德 这球传得很到位啊 他今天状态非常好 看看要怎么打 绝佳的机会 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 现在就应该直接把球抱住啊 再防止三区控球 并不着急 他是今天毫无争议的关键先生 也是帽子戏法先生 今天这个状态是 人党杀人佛党杀佛 他在这场比赛中 已经打进了三个球啊 他为这场比赛 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双方分差已经拉得很开了 阿兰胜马克欣 伊萨克海德 这个球真是传得不知所云啊 请持续锁定一夜TV 收看精彩足球赛事 想必又是一场精彩分城的比赛 现在的比赛队 他们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残酷啊 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进球 在各项数据统计上 他们和对手都是差不多平分秋色 甚至有些数据啊 还占据了上风 但足球比赛 他就是这样 甚至还有更加残酷的事情 比如围攻整场 被对方一个反击 一次射门1比0 最后闷死在家里 是啊 这个角球飞向了进区中间 对方的方式队员 抢先把球解围出来 反击机会来了 机会脱手可得了 门奖脱手了 球还在场上 刚刚这个反击太精彩了 差一点就成功了 是啊 只差那么一点点 嗯 机会啊 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他们这场比赛做到了全神贯注 比分自然也就很好看 大带球直奔对方腹地 机会来了 是时候传中了 就差了那么一点点 如果这个出球部位能够控制得再精确一点 这球就有了 哎 在这么激烈的比赛中 不能再要求他们做得更好了 换别人啊 我才可能连球都争不到 这倒是 球丢了 拉什福德 球传起来 莫勒在中路等候 网组队员抢先把球解围出来了 这个传球啊很有想法 但是对方啊预判到了他的意图 然后把球给断了 阿兰胜马克新 纽卡斯尔有机会了 他们在门前耐心的倒角啊寻找机会 他们今天这个高位逼抢啊执行的非常坚决 门将奋力化解了对方的大力攻门 这个球啊是奔着点球点赴进去了 挡住了对方在禁区边缘的一次攻门 伊萨克海登 弗洛里安勒热纳 克拉玛里奇 圣马克新 他的经验啊非常的丰富 阅读比赛能力也很强 简直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 比分就能很好的说明这点 不过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 往回敲 非常漂亮的传球路线 梅森 格林伍德 约瑟夫 内斯利 不错 抢到了球权 伊萨克海登 如爱林通 如爱林通 越位了吗 确实是啊 不过这么细微的越位都被裁判看出来了 不简单啊 将球分辨 准备出脚 传向中路 阿兰胜马克新 双方拼抢很激烈 这个球暂时啊还在他脚下 比赛还待继续 不时两分钟 他提前预判到了对手可能的传球路线 打门了 穆勒 球进了 曼联开简的比分 他们完全控制了比赛啊 他们向对手展现自己强大的实力 一直说我最想看看最后还得撒把盐 是 选招比赛结束 曼联队成功带走三分 完全是一次碾压式的表演 对手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当我们 成案点赞三连哦 谢谢大家